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孔明许 即在送之 识人笑以为乐 乡里为之宴约 莫作孔明则父 正得阿诚丑女 丑是丑 但人家确实很有才 上通天文 下查地理 反掏略顿甲诸书 无所不小 确实是家中宝 给了诸葛亮极大的帮助 诸葛亮到农中没有沉寂多久 就弄出个动静来 娶了黄丑雁 以丑闻名的女儿为妻 黄丑雁究竟丑不丑 人家大家闺秀 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谁知道是郡是丑 那么是谁放出风来 说黄丑雁的女儿 妻丑无比 一种可能是吃不着葡萄的人 另外就是黄丑雁的父亲黄丑雁了 黄丑雁是多有诚服的人 她为什么要对外宣传女儿奇丑无比呢 还不是不让别人惦记着 而由她这个当地的来左右女儿 那婚事 当她替女儿选中了如意郎君 便主动将女儿送上了门 这是从黄丑雁这方面讲 凡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搞对象必须要两相情愿 自古结婚追求的是郎才女貌 英雄爱美人 在外人都认为黄丑雁的女儿 奇丑无比的情况下 诸葛亮怎么会答应这门亲事呢 她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 反复权衡比较 才做出出乎世人意料的决定 我们来做几个假设 供大家选择 首先 假许黄丑雁真的奇丑无比 诸葛亮会娶她吗 不会 假许黄丑雁确实很丑 但她是自己恩师的爱女 诸葛亮能娶她吗 犹豫很难同意 假许黄丑雁确实很丑 但她极有才华 而她的才华是诸葛亮所不具有的 又是恩师的爱女 怎么样 动心 可以考虑如果丑的不是那么可怕 假许黄丑雁确实很丑 但她是名门贵族 家庭成员极有权势 又是恩师的女儿 其本人不仅既有才华 还可以帮助自己进入上 留社会为自己驰骋天下提供非常有利的机会与条件 怎么样 清新天下哪有十全十美的事情 无言女中离春不就是很好的先例 为什么不答应呢 诸葛亮一口答应丑丫的这门婚事 顿时成了襄阳百姓饭后茶余谈论的话题 诸葛亮又一次成为襄阳地区议论的焦点 俗话说成家才能立业 诸葛亮成家以后 确实为自己建功立业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诸葛亮十七岁时 抚养他的叔父诸葛轩死了 他成了真正的孤儿 诸葛轩从南昌辗转来到襄阳 也许是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缘故 让他和哥哥诸葛龟一样 患上了可血的毛病 大约是在豫章受到的打击太大了 他的精神十分郁闷 刘表虽然没有给他安排什么位置 但是每月的银两千两 却让下边人按时送到府上 他整日闭门不出 待在家中长须短探 甚至将廊中也拒之门外 这样勉强支撑了一年多 诸葛轩三少人寰 都说诸 可亮娶的媳妇气愁无比 与诸葛亮站到一起极不般配 叔父诸葛轩死后 诸葛亮完成了自己的婚姻大事 这段婚姻对他来说 究竟是得大于失 还是失大于得 其中是否有什么难言的隐情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 在表彰中说 诸葛亮少有一群之才 鹰霸之气 身长八尺 龙貌甚伟 刘备在龙中第一次见到诸葛亮时 按照罗冠中先生的描述是 诸葛亮身高八尺 面如冠玉 头戴轮巾 身披刻厂 眉具江山之秀 胸藏天地之鸡 萧飘然有神仙之概 而对皇室的容貌 仅用了四个字表达 黄发黑肤 既没有谈到皇室的五官长相 也没有说到他的身材如何 这不禁让人感到疑惑不解 黄头发是丑的标准吗 皮肤黑就没有美的元素 这样的段语未免牵强 或许在那个时代 大家普遍都是黑头发 黄皮肤 而这位怎么黄头发 黑皮肤呢 让很多人不解的是 罗冠忠 为什么这么描述 诸葛亮的媳妇呢 目的无非是让读者 为诸葛亮打抱不平 这么漂亮的小伙子 干嘛偏找了 这么一副尊重的女人为妻呢 罗冠忠不愧是小说大家 应当说 这个目的 他达到了 在人们的印象中 诸葛亮的媳妇很丑 似乎已经是定论了 过去讲 郎才女貌 那是一般人理想当中的婚姻 男儿才貌双全 女人奇丑无比 这一对怎么会走到一起 成为一家人呢 对皇室而言 诸葛亮是模范丈夫吗 有史书为正 诸葛亮与皇室婚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孩子 在东吴的哥哥诸葛锦 特意将自己的儿子送给诸葛亮的养子 有了养子以后 夫妻二人也不知道怎么理顺关系了 开始了生儿育女 不过 诸葛亮在蜀国生活安定下来以后 也还是纳了妾 由此 不能不让人推断 他们的婚姻不一定美满 有人讲 诸葛亮与皇室结婚 纯粹是上了老师黄承燕一当 黄承燕 在襄阳属于社会名流 经常出入于上层社会 与诸葛亮是一师一友 经过观察 黄承燕看诸葛亮小伙子不错 要才有才 要模样有模样 说不定将来能有什么大一点的出息 加之诸葛亮父母双亡 家庭没有什么负担 在襄阳除了姐弟之外也没有什么亲戚 这不是咋着登陆也难找的好事吗 何不让他成为自己的女婿呢 于是 老谋深算的黄承燕 一步步采取行动 让诸葛亮一步步就犯 诸葛亮当时在襄阳的处境 不说举目无亲 也是没有什么依靠 他知道 要打算在襄阳安身立命 出人头地 就得有个依靠 就得有个家 黄老先生既然有意 我还有什么说的呢 当诸葛亮一表示同意 黄承燕生怕夜长梦多 立马将女儿给送到了沃龙岗 简直是岂不可耐 或许是担心诸葛亮醒过梦来反悔 这样一来 生米熟饭 小子你就踏踏实实当黄家的姑爷吧 黄承燕的这一首 不 说是拉郎佩 也是欺负人家诸葛亮在襄阳人的两生 黄家炒丫头捡了个大便宜不说 让当年的襄阳城街谈相仪 把诸葛亮当作傻小子 是上当成婚的反面教材 诸葛亮在与黄承燕的婚姻上吃亏了吗 诸葛亮真的在宅妻问题上冒了一回傻气 诸葛亮是什么人 他能干亏本的买卖吗 有人说 诸葛亮取黄丑鸭为妻是一点也不亏 要说般配 那也是一点不假 因为若许葛亮当时的自身条件 没打光棍就相当不错了 为什么呢 你想 诸葛亮当时要权没权 要是没事 要钱也没有几文 一个山野村夫 襄阳郊外的农民 高攀一个大家闺秀 那还不是天上掉馅饼 让诸葛亮自个儿说 成本不一 功耕于南洋 苟全性命于乱使 不求能达于诸侯 就是说 咱一个普通老百姓 靠种地活着 这兵荒马乱的年月 能保着命就不错了 哪还有什么非分之下 再说 你诸葛亮的魔 样上高大英俊 可那也不能当饭吃 要是靠体力吃饭 你诸葛亮的身体也不怎么样 腿脚受过伤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就这金玉其外败 续其中的条件 老皇家不说瞎了眼 也是把女儿往火坑里推呢 你还有什么委屈的呢 还有人说 诸葛亮是受奇闻化的影响过重 重了流毒 诸葛亮祖籍狼牙俊阳都现 乃春秋时奇国故地 他娶丑媳妇 是学起宣王 取仇女无言的典故 古今中外 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政治家 君世家不乏其人 又倒是英雄爱美人 历史上为了美人丢了江山的 也大有人在 当然 对于有志向有理想的年轻后生 如果能克制自己的欲望 把实现理想作为自己的第一目标 一切都围绕着 实现理想而运作 包括谈恋爱 找媳妇 那自然会让人刮目相看 或者是皆谈相依了 笔者写这些不是让有志青年都通过婚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如果大家都如此 那这个事 借还和谈爱情 对于婚姻与爱情的选择没有定势 这取决于个人的选择 取决于一个人的世界观 人生观与价值观 取决于很多的现实的因素 也很难说对错 善求诸葛亮娶黄承燕之女来说 应该说是他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不说老丈人为女婿有一个锦绣前程竭尽全力 黄丑家为日后蜀国军队科技进步做出贡献 单是通过与刘表 蔡史集团的这种姻亲的关系 诸葛亮至少可以经常接触京乡地区的上层人士 洞悉天下大师和京乡军政人物的度假 了解和掌握各个政治集团的厉害关系 快捷地获取全国形势的资讯 正因为有了这些便利条件 才让他对天下形势有了一个正确的估价 对刘北提出重整河山三分天下的战略设想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